歡迎收看 對 其實又到年尾了 是 黑人哥應該也有很多 這種尾牙的場合吧 尾牙會有 是 對啊 這還滿重要的 而且這時候就是你能夠看到 所有的工作同仁的機會 對 這個場合可能一輩子 也不是說一輩子 一年沒見到幾次的 沒見到幾次 叫不出她的名字 真的 而且人有時候 要把握一些關鍵時刻 做關鍵的演出 對 像妳們尾牙也是看得挺重要的 我們還好 妳有分北中南 我們大部分是春酒 就是說所有的人集合 是到每一年過完年 因為年前我們太忙了 大家各自都非常的 春酒也是不錯 對 也是相對的也是很重要 也是一個大拜拜 妳們都怎麼弄 辦 我們是辦一個大型的 國際會議廳 然後員工要表演 各處 沒有啦 我娛樂大家 因為他們他們來 那需要像是這樣要穿超人裝 什麼這樣 沒有 沒有 是鹹蛋超人 我們文教業 很保守文靜的 對 像你們娛樂圈應該是更好玩 對 就 像經紀公司 電視台 都很精彩 對 這個各家我覺得不一樣 要看那個企業氛圍 所以很多現在 我覺得該省的 就真的不能省 就是因為把員工累到 對不對 你說對 對啊 因為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很關鍵的時刻 可是為了這個關鍵時刻 他們要練舞 他們要準備道具 然後租借 對 這個是沒弄好還會有麻煩的 還不如請專業的演藝人員 來做一些的 對不對 請威廉沈 對不對 他那麼貴 他就是真的偏貴了 他合理 他是物操所 有一定的這種嗨度 刮得來啦 對 我所到之處的場子 整個氣氛沸騰 你幫我人情價少一個零可以嗎 少一個零 我相信你真的聽你的 開玩笑 他就算你老闆 你會... 對啊 這種價碼對不對 MBA球員那麼多 這種價碼出不了家門 屬身如原的 你看 真的啦 你的春酒 找我跟黑人哥去熱鬧一下 熱鬧 那我待會兒明年收入 都要給你們了吧 吃吃飯就好了 吃吃飯 我們對不對 試金錢如浮雲的 你講的 真的啦 可是他吃飯的時候 有習慣叫傳播了 對啊 就熱鬧一下 等一下我們主任老師 全部來跟我們說 玉琳哥不是說要來嗎 大眾給我開個一千萬 不會啦 OK的啦 這關鍵時刻今天要 有情相聽的 對 所以今天很多場合 不管是說尾牙了 或者是重要的開會時刻 讓老闆看到你 讓老闆喜歡你 賞識你 來 歡迎我們來賓 首先第一位 覺得年輕人就是要衝的 余皓然 哈囉 大家好 職場要紅眼睛真的要真大看 不然得罪光了就完了 耶 歡迎老闆 好 接下來歡迎 想要翻紅就要賭一把的 魏聯賞 耶 職場無賭場 賭贏上千場 賭輸 住逃房 耶 阿咻 對 OK OK 好 請請歡迎 進童老闆心裡 想什麼美景 工作者胡孝晨 好 好 表現得好 就能讓你撥開一物 見青天 好 好 蔡哥 好 我歡迎 陳一清櫻桃小文子 盧燕麗 嗨 總是覺得 老闆不夠愛你嗎 你只要想辦法 讓他愛上你 好 我們來看一個拿集中場合 首先第一個 跟長官聊天 聖經鮮媚怎麼拿捏呢 對 就像我之前有個同事 他是出了名的李大膽 就是李大膽 就是只要是他李大膽 就是只要他想要爭取 他就一定會 一定會極力去爭取 而且就算是對主管 他也不會嘴軟 比如他就會說 黑人哥 你等一下可以請我喝飲料嗎 黑人哥我等一下可以早點下班嗎 黑人哥你可以把那個廠商給我嗎 這樣子 對 然後就因為他很敢說 再加上他業績好 長得也漂亮 所以主管其實都不跟他計較 他就覺得說我這套好吃得開 我又一套走天下就無敵這樣 可是其實他這樣的行為 已經引起很多主管在側目 也有點不喜歡他了 有一次他就剛好跟一個廠商 起了一點爭執 然後那場就要告他 然後這時候 其實他主管就想說 機會來了 於是就把這件事情告訴老闆 已經要提告了 老闆就覺得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於是就找他過來說 那你打算要怎麼處理 然後他就還是覺得說 反正我都這一套很適合開 於是他就跟說 老闆 我覺得 那個廠商真的很無聊 你幫我處理好不好 我不想面對他啦 你幫我啦 然後他就可能覺得說 主管OK 老闆一定也OK 然後老闆就大圍光我說 現在到底是你是老闆 還是我是老闆 我叫你出來處理事情 然後你還丟給我 好啊 既然你那麼不想處理好了 那OK 你從今天開始 你就不要來了 所以他就趁機 老闆就趁機就把他收拾掉 真的 要有分寸 對 其實不僅是要有分寸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看 你的長官的性格 那我就講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那我有一個男的同事 我覺得他的痛調 跟我一直都不是很合 可是當初我會錄用他 就是因為互補 因為他很細心 那我是做事節奏比較快速 那我覺得性格不一樣也沒關係 反正一整個廳裡頭 他可以完全的互補 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說 他的那個細心的程度 其實是我不太能夠接受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發現他為了要討我歡心 他做了很多 對 他做了很多事情是 我不愛的 踐踏自己人格的事情 已經有到這種地步了 整個放下身段 對 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一群同事一起去吃飯 吃到一半 因為有時候我不會單面子 或者是獅子巾 才吃到一半 這個男同事就會從他的包包裡頭 拿出獅子巾 然後就給我說 月音姐 我知道妳沒有帶獅子巾 記得 擦嘴 擦手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 還算信心對不對 可是我的性格就會覺得 心靈有點多 對 我覺得有點多 就是妳放在桌上就好 妳不要再滴到我的嘴邊 我會覺得 很快 她好像妳是需要照護的人 對 還是她是隱色 吃乾媽淨之後記得我 不是 那就妳才聽得懂 吃了肉別忘了留碗湯給我 不是 我覺得她還是男生 她是男生 對 所以就是如果這件事 是女生來做 我還稍微可以接受 如果是男生 就是過分貼心的表現 狡情 對 有點狡情了 另外一次就是因為早上 我都會在公司煮咖啡 沖咖啡 然後沖完咖啡之後 有時候就是比較忙 來不及立刻洗馬克杯 這個男同事就會立刻 這樣跑過來 音樂姐 我幫妳洗 妳這麼忙 妳的寶貴的時間 不應該浪費在這上面 我好不舒服 妳就覺得 是貼心沒有錯 可是妳做這麼多 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覺得並沒有加到分 所以當然就是說 其他部門的長官 可能滿喜歡他這種貼心的表現 可是對我好像就比較沒有用 對 我覺得職場就是 大家都愛聽好話 有時候你多說好話 主管總是會對你比較 可是有時候 當你在說好話的時候 你先要看一下 對方的一些生活狀況 家庭背景 因為我認識一個男生 他前一個公司 他就是因為常常會誇老闆娘 所以你知道一個公司的老闆娘 如果對你的印象不錯的話 其實你在這個公司 你也比較站得住腳 因為老闆娘到你的靠山 他就想說同樣的方法 他就用在了這一個公司 有一次總經理就一早來 就打了一條很好看的領帶 粉紅色的 然後他就看到經理的領帶 他想說一定是經理的老婆買的 因為自己男生很少 會去買粉紅色 他看到說 總經理 你的領帶好好看 一定是太太買的對不對 從粉紅色我就會看得出 太太對你的愛意 通通在這個領帶裡面了 會買粉紅色的代表 你們感情一定很好 結婚十幾年的感情這麼好 就開始對拍了 講了 講了一大串之後 他就發現經理的臉色 沒有任何喜悅 因為一般人就會說 對啊 我老婆眼光很好 然後主管完全沒有任何喜悅 主管就 就跟他點一下頭就走了 後來才有同事跟他講說 經理在去年就離婚了 所以他完全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經理的一個婚姻狀況 通常主管他不會講 他的婚姻狀況 所以他變成他也沒搞清楚 他就開始講人家夫妻多恩愛 老婆濃情蜜 結果就出事了 真的 尷尬 分寸要拿捏 像我個人是蠻不喜歡人家 對我那種慘妹的言行舉止 尷尬正會犯 可能摩羯座的人 真的不喜歡人家服務過頭 我覺得我跟玉琳哥好像 就是你要幫我提包包 我都盡可能 沒關係 除非我真的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也是硬弄著 摩羯座的人 表面好像活潑開朗 其實有點孤僻 像常常我們到飯店 如果人家要幫我提 我都覺得沒關係 除非我大包小包 要不然我一個人能弄 我就自己都弄上去了 不喜歡麻煩別人 不習慣說人家來接手 要幫我的忙這樣子 有時候 特別是像公司的職員 你也要看看你的職務 有一次我應徵 因為大家都說他不錯 那個人來是要當製作人的 那表示說他有相當的專業度在 可是他進公司以後 你就發現他當然是一定要討好你 這個我們也覺得說 那至少他對你是有心的 可是過頭以後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OK嗎 開始會質疑他的專業了 對 我講這個人就是 之前我也講過 就是幹那種 助理才會幹的事情 你去尿尿 他開始在那邊打開水龍頭 他就是一被你尿尿尿要洗手 當你在洗手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幫你在抽那個 對 服務業 對 阿國嗎 阿國也會幹這種事 阿極 不是阿國 阿極跟阿國都會幹類似的事情 好 那有時候跟長官應酬 在某些那種 有點偏深色的場所 那我們去呢 去然後也是就喝酒這樣子 看他處在門口 少吸在那邊 幹嘛 他就在那邊 然後沒多久 就是茵茵厭厭就已經過來了 他怎麼樣 不准進去 為什麼 會破壞玉琳哥的形象 不准進去 太誇張了 你就等這一個 你要知道 當然 因為這種東西 我們失控見慣 其實我們對那種事沒感覺 可是我們今天是在招待長官的 一定是有所求於他 要不然幹嘛花這個冤枉錢 對 結果長官大力漢 小力漢 那個 沈兄啊 拜託一下 請那個人不要擋在門口好不好 招安館 對啊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他的這種 這種他感覺像在查媚妮的行為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不OK的 更何況說 因為他是拿來當自主人用的 可是他勁幹一些那種 好像那種 那種比較基層的員工 就是才會去做那種 太多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也是最離譜 也是那個喝酒 喝喝喝 然後當然有時候 我們喝酒是這樣 有人敬你 我們也假裝示弱 就是讓你 讓你占便宜沒關係 你那個什麼 那個一杯要對我兩杯 那我們就是會OK OK 他在旁邊看到了 他抓狂 你有什麼資格對玉琳哥這樣 你是誰 他是誰 你有辦法跟他平起平坐嗎 我想說是不行 是我不能跟他平起平坐 因為我要跟他弄錢來辦活動 搞砸了 他常常角色都搞不清楚 對 他就變成說 有點想要中親戶主 可是變成沒有辦法判斷 那個狀況 那個如果你覺得你的老闆 不論是用正經或采媚的方式 你都發覺都會惹毛他 或者是有一些尷尬 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要先反省 代表你真的不認識 你的老闆或者你的長官 比如說你知道他的脾氣 個性 還有包括他一些 基礎上面的東西 你根本是默不關心的 你只想到說 要用正經的方式面對他 或者是采媚的方式面對他 先反省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采媚的話 第一個先不要涉入到私領域 剛剛什麼叫私領域 就是說 像剛才就有講到說 那個紅色鈴鐺那個 這一定是你老婆什麼樣 那就出誠了 就不是他老婆了 那怎麼辦 私領域的東西 千萬不要去涉及到 結果點到為止 到說你紅色鈴鐺好漂亮 真的你好帥 這樣就好了 後面就不要再來 不要講太多 因為後面大家會有說 我們這樣可以拉近你那個距離 所以說多了 另外一個是什麼 就長官自己在講他自己的 一些負面的東西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知道很多主管 我們會自我解嘲這樣 像例如我以前的時候 曾經跟我一個下屬講說 我跟你講我就是短腿 我叫短腿胡 結果那個 這個我自己講 我說我又肥又醜這樣 結果有一天的時候 正好就我的下屬 跟我在聚餐的時候 正好又其他的公司來 碰到一起的時候 大家開玩笑的時候 你就會過火了 我跟你講我們長官腿都很短 都這樣 他自己短腿胡 我說我自己可以 你說我就不行 對 那味道不一樣 然後看你變臉還故意 怎麼樣 不高興是吧 長官 短腿胡 短腿胡 對 對 對 我們出來講 就是 幫老闆背黑鍋 這樣的代價你要嗎 老闆就跟他說 安娜 年輕人 我都算過了 你如果幫我去坐牢的話 我一年給你500萬 那你出來之後 你出來之後呢 安渣費 對 安渣費 你出來之後公司還有其他的子公司 老闆一定會想辦法幫你安插進去 我絕對不會虧待你下半輩 我是民意數無下的 對 沒有 要洗過就是新的 對啊 什麼要洗 什麼要洗啊 我懂什麼要洗啊 好 第二個是 幫別人揹黑鍋 對方真會還人情嗎 這要看 對 我之前公司有一個員工 那時候他就是職位的轉換 其實他是通過那個升等的考試 所以他基本上那個月薪水會多2000塊 但是我們那時候的主管 他就自己忘記了 他就忘記把他那個升等的這個事情 報到總公司去 所以那個人等於是慢了兩個月 才加到那個薪 那時候那個員工就非常的氣這個主管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主管跟他有點厲害的關係 覺得說他現在跟他平起平坐 有點厲害的衝突 是不是你不高興我 所以故意這麼做 所以當時候我就覺得說 要不然我來揹這個黑鍋好了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是我忘記給那個主管 所以主管才沒有抱上去總公司 因為我跟他比較沒有厲害的衝突 他可能就會單純覺得說 我就是真的不小心出錯 但是就幫他揹這個黑鍋之後 後來過沒幾個月 我就自己竟然發現 我默默的被這個主管加薪 就偷偷的感謝 好開心的 好開心喔 嘴氣旁嘴 我覺得背黑鍋有時候要看 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就當它如果發生了 會不會害到自己的職務 我認識一個男生 他在一間餐廳工作 因為他一去的時候 他才去沒多久 其實這家餐廳的店長 對他非常好 有一次因為店長家裡 好像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店長那幾天其實工作 他們都感覺到店長 這幾天都有心事 也沒有問他 結果有一天就是因為前一天 有客人來訂餐 店長接了電話 因為他們餐廳 能接電話的就那幾個 然後店長接了電話可能就是 沒有把這訊息 跟廚房的師傅講 等於第二天廚房師傅 他沒有辦法準備這麼多餐 所以廚房師傅就發火了 我那個朋友 我覺得他也很聰明 他想說店長平常對他這麼好 這個時候是該報恩 而且這個恩報下去 其實對他的工作 不會影響到非常大 他就主動跟廚房師傅說 師傅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昨天這電話是我接的 因為我才來 我不知道說定位這種東西 馬上就要寫下來 馬上就要把餐點給廚房師傅 廚房師傅就是看到新人 就罵一罵 就說下次要小心 店長看到了 而且店長就整個大感動 因為店長完全沒有想到 我朋友會去幫他背這個黑鍋 然後店長之後就跟我那個朋友說 他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家裡發生一點事情 所以剛剛要不是妳的話 我真的可能我這個店長 這個老闆交代下來 我可能就會被影響很大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朋友有時候 一般餐廳服務業假日 是不能排休的 所以他偶爾排個休 你就會發現店長就會讓他 就會給他休假 你背得起的才能背 對 背不起的不能背 對 不過有時候背不起的時候 你就會去思考 如果說老闆給你 就是跟你交換的那個條件 你覺得非常非常的誘人 而且你覺得很划算的話 也許有些人就會考慮要去背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們有一個媒體同業 他在媒體界就是 一直都很不得志 就升官也升得不是很順利 然後加薪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那時候就決定 要轉換跑道 他就去了台灣 就國內還滿有名的 一家貿易公司 他也是去當公關 這個位置看起來也是很一般般 就是也不是很重要的位置 他的表現大概 他去了一年多 表現也是一般般 就是我們所有人都覺得 好像你在媒體界也這樣 然後去了這個業界 好像也是這樣 可是去了一年多之後 有一天他的老闆就 把他找過來就跟他說 某某某 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這朋友就問他 問老闆說老闆什麼事情 這個需要這麼的正式 而且這麼有禮貌性 所以他其實內心有一點疑問 他老闆就跟他說 最近公司即將發生一件大事 就是我跟其他經營團隊 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被投資人檢舉 我們有挪用公款的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 公司其實是滿大的一間公司 如果這件事情確定是 要由我來承擔的話 後面的經營管理會比較麻煩 所以老闆我想跟你商量的地方 在於說 因為你也是公關 對外的窗口就是你 所以是不是就由你來背這個黑鍋 對 老闆黨非常非常的明確跟直接 我朋友當下內心是很震撼的 就覺得說 黑鍋界這個可能要坐牢 對 那老闆 顯然老闆都想好了 老闆就跟他說 安啦 年輕人 我都算過了 你如果幫我去坐牢的話 我一年給你五百萬 你出來之後 你出來之後 安紮費 你出來之後公司還有其他的子公司 老闆一定會想辦法幫你安插進去 我絕對不會虧待你下半輩子 我朋友就跟老闆說 你可不可以讓我想幾天 因為如果我背上這個罪名的話 我以後要去別家公司找工作會很困難 當然他沒有找我商量 我在想他應該是去找別人商量 這件事情他想了幾天之後 他就跟老闆回覆說 老闆我在這家公司一年年薪也不到一百萬 那你願意用一年給我五百萬的這樣子 一個安家費 我其實很謝謝老闆的支持 對 那到最後 他是同意了這個交換 因為他沒有結婚 他單身 對 然後再加上他覺得說 其實這個交換 因為畢竟那個老闆 他覺得老闆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所以他真的 後來事情的發展就是 他真的因此去坐牢 坐了一年多 我以為是判無期徒刑 公司不得假釋都不公表 沒有 一年多換五百萬 那這樣我在想公司 他一年都賺不到五百萬 他這一年賺不到五百萬 可是名譽是無價的 對 沒有 他洗過就是新的 他洗 他洗啊 他是某種商業商店 有案底了 可是就是公司其實也派了 最好的律師幫他去做一些 變化之類打官司 對 總之他在牢裡 坐了大概一年多的牢 然後出來之後 確實老闆就 就幫他安排到 另外一家子公司當特助 一般特助也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可是老闆也幫他安排了司機 安排了坐車 當然是沒有送他房子 沒有送他房子 可是老闆就覺得說 你幫我犧牲這麼大 我當初承諾你要給你的好處 我一一都會兌現 這跟黑道 因為比較極端的例子 總老闆很少吧 這個公司又不能簽什麼 因為黑道有時候會這樣 叫那種小組長 出來就也弄個小組長 給他當那種 對啊 小組長 慢慢來 對啊 本來只是參加工紀而已 所以就出來就當小組長 這種頂罪的 不過通常都是跳票 現在黑道也沒什麼道理 他該跳就跳票 至於像這種黑鍋要不要頂 現在台灣的老闆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要你當中狗 要你當奴才 還要你當黑鍋 可是當你在選擇這個過程中的 天秤上面其實是很難拿捏 像剛剛燕麗講這個的話 其實在實際的狀態下 以前有一個大集團的老闆 曾經對他一個副總 也幹過這種事情 他說你就跳傳報頂 頂完之後坐了幾年牢之後 我一定 出來之後我一定照顧你 那有沒有兌現 有 這個我也沒有話講 的確是有兌現 但是你要去想看看 這樣的老闆有幾個 你先想看看 這樣的老闆有幾個 當初這個老闆 他今天這樣子敢講 是因為他還很夯的時候 對 所以說現在有沒有很好 其實他現在也並不算很好 但也不差 就是你要拿你的這種 自由跟你的名譽 然後來這樣子 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或許你覺得是OK的 可是人家怎麼看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會做這種事情 其實在業界都藏不了太久 剛開始的時候 你或許藏得住 但到後來的時候 也是藏不住的 因為背一點小小黑鍋 我倒覺得是無可厚非 沒有關係 因為我今天背過這樣 該記得過我就讓他記 記完就無所謂 反正有沒有 就像有稀稀過就好 就好 這樣 算了 太認真了 那是某種行業 才會幹這種事 但是也不是說 每次背著黑鍋 就一定可以 相對的討回那個人情 這個有時候還滿憑運氣的 所以每次都說是一個賭 那個時候我們做一個節目 我上面還有老闆 做到已經算是五窮六絕了 撐不下去 老闆最厲害的 就是這個時候會出動了 去跟電視台LINE 恐怖箱 已經沒有辦法再用下去了 都把新龍放進那個恐怖箱裡 對 我的新龍在頭放在裡面 製作的老闆 總是有求生的本能 就是生命會幫自己找出口 就是那種很鬼扯的事情 他都掰得出來 他跟電視台長官說 再給我們幾次的機會 那天電視台長官說 再給你幾次 你能有什麼樣改變 那就說 不然主事人換一換 全部都換新的 那問題是我們當時的主事人 已經是台灣這個算是 數一數二大咖的 那你還能怎麼換 更何況 那個老闆提出來的名單 還是比這個大咖來講 就是還差好幾個等級的這樣 回公司 告訴我們 大家要不要怎麼辦 好啦 就執行老闆的想法 下重點是 要誰去跟大哥講 一定是要老闆講 因為你們那個標籤 你們的各方面的資歷 才相當 那個老闆 就是開始要找人背黑鍋 把我叫進來 看著我很久 然後跟我講述這整個事情 所以不得不做 要辦這個節目 我們也大家都被想做 對你我都不好這樣子 然後他就叮著我說 余玲 妳該長大了 做妳沒做過的事情 才叫成長 收穫 做妳不敢做的事情 才叫做突破 她就把電話寬寬的推過來 來吧 妳打 我說要受 什麼我打 這個不是成長 也不是突破的問題 這個是一種禮貌 對不對 出事的 人家是大哥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才進好沒多久 那真的極度不禮貌 就算你如果要KAN掉我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找一個剛剛入行那個 對啊 那就送不過去 可是我們老闆也是不敢面對現實 我們兩個人在辦公桌那個電話 我錄給他 他錄給我 我錄給他 他錄給我 錄掉十幾分鐘 後來老闆拍桌說 沒除息的東西 我跟你講 沈玉玲 我跟你講 你這輩子成不了大氣 你連這種電話都不敢打 他自己還不敢打 他本來就打了喔 賭氣喔 接通了 大哥 大哥是這樣 尾牙員工不High 威廉審次有一套說法 但是因為有的尾牙很奇怪 就是一開始的氣氛 就lowlow的這樣子 就是沒有原因 就沒有原因 就是大家也喝不勝起敬這樣子 然後抽獎的時候 大家也不是很High 那沒有原因的 那可能是有邪靈入侵還是什麼 會有那種氣氛神 好 氣氛神 你看誰 看誰在那裡 對 真的看誰 有這種神 後來他剛剛把拍桌說 沒除息的東西 我跟你講 沈玉玲 我跟你講 你這輩子成不了大氣 你連這種電話都不敢打 他自己還不敢打 他本來就打了喔 賭氣喔 接通了 大哥 大哥 大哥是這樣 玉玲有事情要跟你講 我整個拿過來 那怎麼辦 我親急之下 只好你被換掉了 我跟你講 那個事情發生到現在 大哥應該恨你到現在吧 我跟你講 真的是到現在 就是見面都很尷尬 這當中 因為我記得是第一次 就過那個事件過了五年 我講說是過境遷 我拜託我老闆說 那個時候他已經不說 老闆因為後來自己開公司了 你去跟大哥解釋一下好不好 說當時整個環境怎麼樣 我只是代表誰... 並不是我真心的要這麼做 老闆說 不行 不行 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扛下來 他就以為是我的 你現在做得不錯 我也有我的未來 對不對 我怎麼能讓我自己去得罪他 就這樣子 後來又過了第二個五年 還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也是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相信我講這故事的時候 該位大哥應該知道我在講你 所以 誤會 對 誤會一場 不是我要換掉你 是那個人要換掉你的 對 而且他想說那個 很多的黑鍋後面還會嚇毒手 你知道什麼叫嚇毒手 對 就是說今天那上面的主管 跟你講說這個你就背了 背了完之後你會覺得 他好像應該會給你一些回饋或什麼 結果他反而就說 對啊 就是他幹的 你看他自己都承認 對 我們過去在一個新聞部的時候 曾經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跳出來叫他忍 結果他講過 對 沒有錯 長官這是我做的 可是他心裡面其實 我們後來有聽到就是說 他是另外一個主管 跟他講說你就幫我扛 沒想到後來說 在整個會裡面 主張要記過的也是那個主管 這個就玩得非常的被哥哥這樣 白口莫辯 總共有放得像一點 對 這都要寫很小心 好 第三個是什麼 長官或有心結 到底該聽哪一個 這個 對啊 這真的超麻煩 對 我記得有一年 我在公司的時候 我有兩個大長官 一個長官我們稱呼他A好了 另外一個是B A的關鍵又比B大一點點 問題是A跟B 他們長期以來都有心結 因為B表現得比較好 所以背後真正的大老闆 其實是對B比較稍微欣賞一點 剛好那一年公司要做一個 就是社慶 滿週年要做一個社慶 我們就要大家開會的時候 就討論說 那到底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促銷的一個行銷方案 偏偏那幾年 其實整個金融業的狀況 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A長官 他就在會議上主張說 我們今年不要做什麼行銷方案了 我們乾脆把錢省下來 因為景氣不好 結果這個B長官就說 不對... 我們應該要逆向思考 我們要逆向加碼 要多做一些行銷活動 趁不景氣的時候 讓讀者們多多認識我們 兩派聽起來好像都蠻有道理對不對 這個時候大老闆 因為大老闆也有參加我們的會議 大老闆就說 那燕麗妳說說 妳覺得誰講得比較有道理 因為我是A跟B 之後下面的長官就是我 那老闆就清點我講話 坦白說我剛開始也壞的 沒有 剛才不會... 我剛開始一定是話講得非常漂亮 說A長官有道理 B長官有道理 各有各的好 對 老闆就沒耐心 老闆就說 妳講重點好不好 廢話那麼多 妳到底支持誰 對 其實我們金融業 都還滿直來直往 那其實我那時候內心 就已經在打算盤了 雖然A比較資深 A的關節比較大 可是因為老闆 比較喜歡B那麼一點點 而且我也比較認同B的一些想法 我後來反正就是講了 一長串漂亮的話之後我就說 老闆我覺得這個B長官 她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比較吻合 我們不景氣的時候 多花一點錢在行銷費用上面 讀者多認識我們 等下幾期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黏住我們 我就把B按個讚這樣子 後來我自己覺得 B長官有把這個會議的內容 放到他的心裡頭去 過了大概是將近一年的時間 B長官把A長官給幹掉了 B變成我們整個公司裡頭 僅次於老闆的最大長官 然後莫名其妙 我也升官加薪 因為他覺得我有事實的 對 他覺得我有事實的推廣他 那當然平常他有什麼事情 其實我幫忙我都有幫他 可是就是他感覺得出來 我是他的人嘛 對 壓隊寶 壓隊寶 這個壓寶好像在職場上 很多員工會面臨的抉擇 因為或多或少都有長官 互相看不懂 軍中最容易發生 對 球隊也是一樣 對 有時候都是學長 他們也會分派 看你跟哪個學長比較好 會 後衛最難為 有時候兩邊都雙箭頭 他常常只傳這邊 因為兩個都是機會 常常傳這邊之後 另外一位學長就說 你怎麼樣 你跟他比較好 你不用傳我這邊 會這樣 會比較好 會 他那個繞出來 你空檔沒給的話就 就跟這個情況是一樣 好啦 你就聽他的話傳給他 結果另外那個人用意見了 順了孤意 為了少意 所以一般球員都要吃菇嫂丸 就是這樣 菇嫂來一點 菇嫂 菇嫂 我那時候 那時候曾經帶過一家公司 真的一起 那三巨頭 就是在製作界 都是想盡當的人物 但是都很年輕 他們想說 不要被那些老屁股所控制 所以他們決定自己開公司 然後就說 玉琳 這樣子 那個你不是一直夢想 想要在這一行出類拔萃嗎 我們要開公司了 你一定要來 你那邊先離職 大家邊個理由藉口 我們會配合你 附和你這樣子 然後我去一次 我那邊就離職了對不對 然後就等三個人新公司 結果這三個人多妙 有一天晚上在喝酒 然後就舉杯慶祝說 新公司即將成立 就有一個人提議說 這樣好了 那個為了慶祝我們新公司 即將成立 我們後天先去 那時候韓國那個季州島 那個賭場剛成立 剛在熱門這樣子 我們先去季州島 玩他們一下 回來呢 好好認真工作 不許再偷懶 我們就是晚晚 晚晚以後就要熟心 這三個人去了一趟韓國 把他們要開公司的錢都賭光了 對 然後開什麼公司呢 結果反正呢 對我來講就遇到一個波折 其實當時我就應該毅然決然 不要跟他們繼續鬼混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不靠譜的 結果他們回來反正又透過標會 怎麼幹嘛 又弄了一堆錢 又開公司了 我一進去以後 真的是災難的開始 因為三個人三種意見 三頭馬車 光是一個節目的名稱 到底是要叫來... 還是去... 還是go... 我們三個人都不一樣 而且他們三個人 那個雖然年輕 不過那時候差不多快40歲左右 會為了一個節目名稱 玉琳妳講 是來...還是去... 我說還是go... 我說不然你就來去go 這樣各去一點 對啊 我三個人有辦法為了這個事情 身高都很高 那站起來 為了這個事情扭打成一團 就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當時我就想說 這三個人當中 總是要... 對 一個是勝負 對 不是 因為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因為常常他們都是有各自的意見 太平行就不行 你要找一個頭 我算是壓對保的 因為我就覺得說 這當中有一個真的是 感覺比較靈光一點 而且他的對外的關係 能力比較強大 我們跟老闆有時候 也要跟這一種的 所以我當時就算是 滿努力的去討好 然後去跟隨那個人 果不其然 事隔半年以後 因為這公司根本 註定就是不能長久的 然後就遇到一個有錢的金主 就投資了我壓對保的 那個老闆 後來那個老闆自己就開公司 然後我後來在演藝 這個節目製作的工作上面 比較穩定 也是因為壓對保 跟對人 壓對保 跟對人 可是其實聽起來 都有一點馬後炮事後諸葛的感覺 對啊 不然壓錯保 現在講的方式就不會是這樣 我的經驗是這樣 我覺得 在職場上面會出現 長官有心結 有兩種裝潢 第一種是什麼 就是老闆幹的 什麼叫老闆幹的 就是把兩個人生的植物差不多 這叫恐怖平衡 故意讓這兩個去鬥 鬥到一個下來之後 他就可以再重新做一個枕邊動作 通常是這樣 後面那個上來的 主要的情況 有可能會頂掉前面那一種 對 一般有後發優勢 所以你要這個時候的話 你要知道見風轉舵 這個時候開始要稍微往 可能靠後面這個新上來這個人 可能稍微偏重一點 這個是職場上面比較 很現實的狀態 除非新上來這個人 如果他不是黃金國旗的話 萬一他是個腦殘的話 你再轉回來這邊也是OK的 這是一種 你不轉的話你就發現 你的工作就被轉走 就不見這樣 第二種是什麼東西就是 會有這個所謂的 長官的心結的狀況是因為 A B兩個主管 A主管可能是這個 這個團隊的那個領導 然後他升上去了 或掉別的部門 換成一個B的來 當現在這個主管 然後他跟A的這個團隊裡面 所有的這些成員 還有一些感情 他可能就開始講講完之後 他就會過來怎麼樣 我就講好像就是 老前輩來指導你 這個所謂比較菜的這個人 或者是說 我今天來告訴你要怎麼做 怎麼做 或者幫忙出氣這樣子 但有一句話 非常重要 縣官不如縣管 比如說 現在在管你的這個 才是你的主管 那個已經過去 雖然它過去 其實它是你過去的長官 但畢竟有沒有 跟你的關係比就稍微遠一點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會比較建議你 還是有沒有 把你現在目前這個 縣官不如縣管的概念 有沒有盡量拿到裡面 好 第四個是 尾牙大喊加碼 翻黑翻紅一瞬間 對... 好不清楚狀況 真的 我真的覺得 就是一個公司裡面 老闆跟主管不能惹以外 還有一個人千萬不可以惹 就是會計 對 因為有一年我們公司 它在尾牙的時候 大家一開始都還不敢講話 都沒有人敢起後 後來幾輪酒喝下去之後 到了抽獎的時候 大家都瘋了 加碼... 他就一直吼 一直吼... 對 這時候就讓我們那個會計 因為加碼抽到了一個 1萬塊現金的紅包 然後就有一個男的 他就好像是酒喝太多 傻了不知道怎樣 就說捐出來 反正你單身用不到 然後大家就傻眼 好開心喔 對 因為平常會計是很嚴謹的 大家都不敢開他玩笑 結果他居然還敢這樣講 後來只要這個男同事 要申請任何的文件用品 都是最後一個拿到 薪水還常常被算錯 真的 真的起後要睜大眼睛挑對 真的 對吧 我曾經參加一個 去年參加一個朋友的 他們公司的尾牙 他們那時候公司準備了 6台的電動摩托車 對 你知道業務員 有時候就是會看 譬如說這個公司的主管 可能平常很小氣 很少喝到他請的課什麼 所以他們就會利用 在抽獎那一課 想要去讓他們捐出來 所以那時候我參加尾牙的時候 就剛好他們公司一個 平常就是對員工 有一點call的那個人 抽到了一台電動摩托車 我覺得業務員這時候 你要看獎品的大小 你如果說是那種600 1000的 你可以拱他捐出來對不對 我也是針對一個平常 很節省的主管 抽到電動摩托車 怎麼可能 會想捐出來的 對不對 他抽到那一課 我那個朋友就是真的很白目 他就開始第一個帶頭 因為第一個帶頭的人很重要 他就說 捐出來 捐出來 然後其他的人剛才只是沒聲音 聽到他一拍手 你知道大家就開始 捐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在台上 上去正要領電動摩托車的 那個主管 你看得出他的臉是不想捐 真的 騎了摩托車就走了 所以電動摩托車也不少錢 你知道嗎 那一店騎不走還用腳在那邊 喘著 腰在那邊 那主管全部七八十桌 大家都看到捐出來 他如果不捐的話 人家就覺得說 這個主管怎麼一點都不大氣 對不對 一台摩托車 後來那個主管在台上 臉臭到一個不行 但他最後想了一下之後 他還是把他捐出來 可是聽說後來那個業務員 就那一整年 其實主管沒有對他怎麼樣 但主管看到他的表情 都不會太合賽 一定的 恨他 這尾牙就各種狀況都有了 也碰過那一種 老闆很希望加碼 因為那個老闆很熟 所以前一天聊天就跟我說 玉琳 我跟你講 我這次準備30萬要來加碼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鋪陳 因為總部那一開始就講 我要30萬加碼 通常就是進行進行 抽獎抽獎抽到後來 然後大家拱加碼 然後老闆來這邊演說很為難 好啦 30萬 半推半救這樣 每刀藏圓 但是因為有的尾牙很奇怪 就是一開始的氣氛 就lowlow的這樣子 就是沒有原因 就沒有原因 就是大家喝不勝起敬這樣子 然後抽獎的時候 大家也不是很High 那沒有原因的 那可能是有邪靈入慶的 還是什麼 邪靈入慶 邪靈入慶 會有那種氣氛神 氣氛神 看誰 看誰在 對 有這種神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有時候會有這種 有些時候同樣的組合 嗨得不得了 沒來有的嗨 有些時候 就明明也沒什麼心事 沒什麼煩惱 跟什麼 那有沒有喝酒有很大關係 沒有 有時候喝酒也有分快樂酒 跟喝得喝得不開心這樣 喝得不開心 對 然後那一次就是弄到好 那老闆 問題是他有30萬的錢要加碼 那個氣氛始終拱不上那邊 老闆開始有點 有點惱羞成怒這樣子 然後就上個台 剛剛抽1萬 2萬 怎麼感覺你們都不是很開心 是不是不開心 然後底下人都不開心 是不是想回家了 對 OK啊 好慘喔 撞到這種 對啊 還 很濃喔 死氣沉沉的 這公司明年怎麼會發呢 對啊 那他本來是不是有30萬 對 那現場只有他 我跟會計小姐知道他這個事情 我親眼看到他 因為大家講OK啊 OK 好 那謝謝你們 那我們就上會了 大家出門小心 開車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OK 謝謝你們 尾牙結束 就這樣 生氣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他30萬也就不想再拿出 對 不要拱 對 都沒人拱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聰明的員工 對 如果站起來 帶氣氛 不能結束 我們不要結束 加碼... 老闆本來就已經有30萬要來弄 你讓他 因為他不會捨不得 這個錢他本來就 就預算當中要出來的 對 結果搞得後來 事後大檢討 他把辦活動的那幾個工作人員 已經列入黑名單 過了一九年以後 那幾個辦尾牙的人 就看不到他們了 秋後算狀 對 就是不會弄氣氛 不會看臉色 少神哥 嬌嬌 像玉琳這種情況 它是一種狀態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跟大家講一個獨家 其實很多老闆 他今天都留在加碼的話 其實大家都設定好 下面都已經講好了 對 我一定會有一個人喊 加碼... 誰好的 一定要裝腳 一定有一個裝腳 對 要不然你就是主持人是裝腳 沒錯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250 搞不清楚狀況 你只要喊加碼... 然後就好 那個就是你 胡孝辰 你死了 我會講 下次你就掛 不按套路來的 對 等別人掀開 對 所以你千萬不要 自己一個跳出來 講加碼... 所以你一個人喊得很High的時候 其他一個人喊的時候 其實你就當第一個 你就完蛋了 你就是那隻黑羊 你就倒大了 這樣 這是一個 黑羊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很多的主管 你要看主管的他的階級 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總經理 通常是老闆 還有董事長 這老闆對不對 你只要捐出來他會捐 為什麼 因為反正這些獎品什麼東西 花了也不是他的錢 公司的錢 OK的 但如果你說碰到像那種 經理級的話 捐出來... 你就完蛋了 對 中間的這些 你一定死定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好不容易撈到這個獎品 他也沒有賺到那麼多 對 然後 你說一個小主管 你親自也沒大了 是 所以我要跟很多的朋友講 這個又快到尾牙的時候 請各位有沒有 稍微留點口德 就是那種中階主管或小主管 他今天拿到什麼東西 但是他的運氣好 我覺得我們用祝福的心態 今天是叫人家捐出來 你閃嘆 有一天你會當主管的時候 今天是叫你捐出來 你是什麼心態 你叫人家捐 人家來參加這個活動 一點樂趣都沒有 對啊 反正他沒得最好 沒得還不會難過 對 他得了以後還要捐給人家 所以捐出來這三個字 千萬不要喊 對 但是說加碼的話 你要看狀況 OK 年終到了大小各種聚會很多 刺激找亮點表現一下 好 謝謝我們的來賓分享 謝謝 謝謝